Hello大家好,我是小Q一只测纸区的up主 之前有小伙伴私信问我 国际法院是不是被美国操控了 怎么感觉经常针对中国 我们会不会吃亏啊 我说你猜美国在国际法院打官司 总共赢过几次 大家也可以弹幕猜一下 我们先说中国输过几次 中国一次也没有输过 因为中国还没有在国际法院打过官司 但是中国在国际法院有法官 上一任法官石九雍是院长 现任的薛汉秦法官是副院长 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审别人 还没有被别人审过 有人听到这里肯定会说 之前不是有一个南海仲裁吗 就菲律宾搞的那个 那个叫临时仲裁体 它不是联合国机构 和国际法院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不是说这个机构本身是非法 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它的管辖权存在很大争议 话说回来 我自己整理了一下 国际法院与美国相关的所有诉讼案件 总共是25件 其中三件还在审理 两件国际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 11件是诉讼中止 这里面7件是因为苏联和他的加盟国 一贯不参与诉讼 阿拉圭的案子 我估计打下去 美国是要输的 剩下9件里 美国打输了5个案子 输给了德国 意大利 墨西哥和尼加拉瓜 有3件案子 我觉得算是平局 就是法院部分支持 又部分驳回了美国的主张 只剩下一件案子 美国算是胜诉的 就是德黑兰 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逃离德黑兰那部电影 讲的就是这个 25件 赢1件 大家可以算算 美国在国际法院的胜率是多少 美国书的这些案子里面 拉格朗案 我们曾经介绍过 其他的案子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之后和大家分享 书归正传 今天和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国际法院 解答一下 小伙伴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哪些案子是国际法院可以管的呢 首先 诉讼案件的当事国 只能是国家 个人诉国家 国家诉个人 国际法院是管不了的 这里和国际刑事法院 就有很大区别 其次 案件双方必须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 这里分三种情况 第一 双方签个协议 决定把某件事情交给国际法院判决 第二 双方签了某个条约或者公约 里面说了 出现争议的话 国际法院可以管 第三 主动声明自己接受强制管辖 也就是说 只要另外一个国家也接受了强制管辖 那他什么时候告我 我都乐意应诉 接受强制管辖的国家 现在大约有70多个 包括五常里面的英国 还有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巴基斯坦 美国原先也承认强制管辖 后来输多了 就不玩了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强制管辖 是为了达成外交胜利吗 还是觉得自己百战百胜 也说一下咱们中国 中国不接受强制管辖 也对所有涉及国际法院的条约条款 声明了保留 声明保留的意思就是 这个条约我同意 但是关于国际法院的这一条 我不执行 所以除非中国自己愿意 否则是永远不会被告的 第二个问题 也是由小小伙伴提出来的 国际法院的法官是怎么选出来的 国际法院总共有15个法官 法官案规定 必须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和各主要法系 任期9年 每3年改选1分之1 可以连选连任 候选人需要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分别拿到绝对多数的票 才可以当选 而且五常 没有否决权 每个国家最多有一个人担任法官 如果一个国家居然有两个人 获得了足够的票数 年龄更大的当选 这个我把它叫做长者原则 法官名额按照地域分配 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 五常长期在国际法院都各有一位法官 那么一个国家的法官 是不是必然和他的国家立场一致呢 不一定 据统计 有10%的票是反着头的 最后给感兴趣的小伙伴分享一下 法官的月薪税后1万多美元 第三个问题 怎么判 国际法院的判决 主要按照现行的国际条约和公约 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 此外 司法判例和各国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法学家的学说 也可以作为参考 有交友办可能会问 那谁是最高权威法学家呀 我曾经也问过我的导师 我的导师说 给你们写课本的 就是 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素德国一案中 我国的法学家易显和教授的论文 就曾经被国际法院的法官引用 易教授之前是五大的 前段时间被挖到外交学院了 再插一句题外话 国际法院是不收费的 如果接到国际法院要求转账的电话 肯定是诈骗 第四个问题 国际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吗 有的 这是源自联合国宪章第94条 联合国每一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 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 而且判决都是终审判决 不能上诉 如果败诉一方不执行判决 另一方可以要求安理会强制执行 但这种情况我知道的只有一次 就是尼加拉瓜诉美国案 很不幸 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结果这个案子拖到尼加拉瓜当时的政府倒台了 也没有执行 最后新上台的亲美政府撤诉 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涉及武偿的案子确实有点难搞 耍流氓 你拿了没办法 第二大多数判决还是得到了执行的 不需要组组安理会这一步 从这四个问题 大家也可以看出国际法院不是万能的 确实很多判决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 但是国际法院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追求正义的地方 不如说是当事国寻求和平解决争争的工具 很多案件都是双方自愿参与 最后也确实落实了判决 比如说柬埔寨和泰国关于龙瑞古寺的争端 布吉纳法索和马里的边际争端 德国丹麦和荷兰之间关于北海大陆架的争端 以及加拿大和美国的领海争端 这里面有大国也有小国 他们都执行了判决 当然还有人会说 如果武偿打起来了 国际法院能管吗 说句良心话 国际法院一年的预算也就一千多万 还不够满一发导弹的 武偿如果真打出火来了 大家先囤点罐头和瓶盖 是正经事 就真的不要考虑国际法院的问题 希望今天的视频 能让你对国际法院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